我們剛剛說了在自動血壓機裡面 其實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拼整器的這個原理來偵測你的壓力的變化 但是其實更常使用的是這個方式 Acytoscometric method 這個方式它其實是比較方便的 它所偵測的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在你的這個HOT裡面 它會加上一個壓力的Sensor 它感測到的就是在那個血壓變化的過程當中 它所產生的一個振動 這個振動傳遞到了體表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振動其實是由血管的張臂 就是血管被打開和關起來 我剛剛說過了嘛 今天的這個外界的這個綁帶的壓力 如果介於收縮壓跟舒張壓之間的時候 它其實血管會有打開關起來這個樣子的狀況 它測量的其實就是在這個血管的形變的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一個振動 OK 那藉由這個振動的量測呢 它可以去推出收縮壓跟舒張壓 大概是在什麼地方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量測的曲線 其實跟剛剛有一點點像 只不過 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它是 我們剛剛說這個壓力的Sensor 大概是attached在我們的Cough的內側嘛 就是在量測這個皮膚上面的這個壓力變化 所以呢 它的量測到的壓力數值 其實會跟外界的這個綁帶裡面的這個 所施架的壓力呢 會有一點關係 好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它加壓的時候 它的壓力數值是很大 因為它也會衝上去嘛 對不對 那隨著 開始放棄 這個壓力會開始 掉下來 掉下來 掉到整個放完 這樣子 所以這整個壓力的變化是這樣 但是呢 那這一個斜線 這個斜力為負的這一條 那個直線 斜直線呢 基本上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嘛 所以它其實比較沒有 包含生理意義 真正有生理意義的是上面 附加在斜線上面 這個小小的波動 上升下降這個波動 因為這個波動就是我們的鞋管 在張開關起來的時候 所造成的一個震動 所以對我們有用的 其實是這一個小訊號 有點像小訊號的概念一樣 OK 所以我們在分析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去除掉 整個背景壓力變化的 這一個斜直線 使留下這一個 隨之間 產生的這個震動 OK 從這個震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看出 壓力 幾個特徵的壓力在什麼地方 它所量測的測 特徵點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收縮壓 OK 收縮壓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你的鞋管 開始打開的時候 Suppose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你的 那個外界的壓力 開始降降降降降到 比收縮壓還要低的時候 這時候 鞋管會被打開來了嘛 對不對 開始會產生震動了 所以它的確會有一些 壓力的變化出去 OK 但是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你這個壓力 奇怪前面這個地方 也有壓力的波動啊 那為什麼我不要量 量取前面這個地方 當成是我的收縮壓力 原因是這樣子齁 在量測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考慮 限時鐘的狀態 限時鐘的狀態 就是說 即便我現在 cough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比我們收縮壓還要大 但是血液其實還是會 從心臟的部分 一直持續地送過來嘛 對不對 當它送過來的時候 撞擊到cough的上緣的時候 其實它也會產生一些震動 這些震動也會被我們 李敏的sensor給接收到 所以它其實還是會有一些些波動 OK 那我們怎麼知道說 這個哪裡 哪一個起始點 才算是真正的收縮壓呢 如果都會有波動的話 它判斷的依據是 如果今天真的 血管開始打開了 血液開始流過去了 那麼隨著你壓力 背景壓力的下降 你每一次開啟的時間 會越來越長 超出那個背景壓力的這個高度 會越來越多嘛 對不對 所以你血液流通的時間 會越來越強 產生的震動 會越來越強烈 換句話說 你在這邊看到的震幅 會越來越大 所以呢 其實在量測上面 我們會定一個threshold 定一些簡單的條件 比如說它一定要超過多少的 政府我才算 而且呢 從這個地方之後 你所產生的震幅 會越來越大 那從那個時間點開始 我就認為 那個地方是壓力 開始低於收縮壓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 對過來的背景壓力 就是我的收縮壓力 OK可以喔 再來呢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隨著你背景的壓力 開始慢慢下降 你血管打開的時間 越來越長嘛 對不對 所以震動會越來越大 大到什麼時候會有最大值呢 大到 roughly 你今天打開的時間 和關閉的時間 差不多一樣高的時候 一半處於打開的狀況 一半處於打開的狀況 一半處於關閉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它這個時候的政府 會達到最大值 隨著壓力再繼續下降 那這樣子變成是血管 絕大部分都處於打開的狀態 只有在少部分的時間點 是處於關閉的狀態 這個時候它的這個政府 震動的這個政府 可能又比較開始會慢慢的縮小 所以才會變到你現在看的這個狀況 政府原本一路向上 然後再來一路向下 然後慢慢的接近 沒有震盪這樣子的感覺 OK 事實上它還是會有一些些震盪 因為血液流動過去的時候 還是會產生一些震動 所以跟剛剛的這個 聽診器的原理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其實並不能夠去直接量測到 輸張壓是多少 我們量測到的這個點 也就是政府最高的這個點 其實是 Me are the real pressure 也就是 輸張壓跟收縮壓的平均值的地方 Roffice在平均值的地方 我們量測到的是這兩個點 OK 所以請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具有最大政府的地方 對應的這個壓力 就是 收縮壓跟輸張壓的平均值 不過沒有關係 雖然我不知道 輸張壓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收縮壓是多少 對不對 我知道收縮壓 我又知道平均值 我就可以推出 輸張壓是多少 這是為什麼我們 剛剛在講說 其實那種傳統的 血淫式的血壓 其實 通常來說它的準確性 是比較高的 因為如果看這個方法 你就知道它其實如果 背景有一些影響的話 其實會連帶的去造成 數值上很大的變動 OK 尤其是在虛張壓的這個部分 它特別容易受到影響 這樣子 所以通常在做這種 機械量測的時候 寫壓機械量測的時候 如果第一次做出來的 數值非常非常的奇怪 通常我們的反應 是會再做一次 如果說做了幾次都是這個數值的話 那才是大概表示說 OK 你的量測方式沒有錯 然後量測到的是真正的血壓 那我們剛剛量測的這一個是 那個 嗯 一般的 接觸到 就是一般我們在臨床單位裡面 或者在家用裡面 會使用到這個 非進入室或非集結室的一個量測 那除此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量測方式 包含像 我這邊提到的 ultrasonic detection 我想到一件事情 忘記了 通常在現在的血壓機上面 它除了收縮以及數張壓以外 它還可以提供你另外一個數字 叫做脈搏 或者是心率 對不對 它怎麼提供的 其實就是看這個跳動的頻率 這個peak出現的頻率 這個每一個波峰之間 就是一個心跳週期 所以只要取倒數 你就知道現在你的心跳頻率是多少 所以它 你看到的那一個心跳的數字 它不是用心電圖量測出來的 它是用血壓的變化量測出來的 OK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atrasonic detection 用超音波的方式 來量測這個血壓的變化 OK 那超音波 呃 各位知道超音波是什麼嗎 我們站一半才講過心音嘛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聲波是什麼 對不對 聲波其實就是人類的耳朵聽得到的這個聲音 大概頻率分布在20到20kHz這個左右 那我們發現當頻率在更高的時候呢 耳朵裡面的這個聽覺的sensor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接收到的 所以超出了耳朵可以聽到的這個音波 我們就把它叫做超音波 所以理論上來講 只要超出幾十kHz這樣子的波段的聲波 也就是震動 也就是震動 我們都把它叫做超音波 OK 好 那超音波跟量測血壓會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其實它也是由剛剛的這個 呃 改變速帶的壓力 能去影響到血管周遭組織的這個壓力 當它壓力都比我們的收縮壓還高的時候 就會讓血管縮在一起 沒有辦法打開 反之如果血管裡面的壓力超出了背景的壓力的時候 這個血管就會打開 OK 那在這個開關開關之間 血管就會移動 血管的位置就會移動 對不對 血管位置移動的時候呢 今天我們說過對於波動來講 如果你這個帶側物產生移動的時候 就會造成 就可能會造成頻率的差異 這件事情叫做不不樂效應 Nutral effect OK 當物體 呃 往那個訊號源靠近的時候 OK 相對上靠近 不管是今天是訊號源的移動 或是物體的移動 只要兩者相對靠近的時候 你量車道的頻率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如果是遠離的狀況之下的話呢 會越來越低 OK 所以 好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在整個 充氣帶放棄的過程當中 持續的如果能夠使用超音波來偵測 組織的一個狀況的話 當今天血管產生形變的時候 我是可以接收到 這一個 血管的位置改變所產生的頻率移動 OK 這個改變就是 一直持續的產生超音波 打到你的肌肉裡面去 OK 打到你的這個人體裡面去 好 那我們剛剛說超音波其實就是 呃 頻率很高的這個音波 所以其實它 你只要產生 能夠產生一個非常高頻的振動 你就可以製造出超音波 那超音波在人體裡面可以傳遞 但是它在遇到不同的介質的時候 它會產生反射波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量射這一個 反射波來知道這個 物體的特性 因為如果現在的這個物體 是屬於靜止的物體的時候 你產生的反射波 跟入射波的頻率會是完全一樣 它不會有頻率的偏離 但是如果像我們剛剛說的血管 它在壓力的變化之下 有時候會縮起來 有時候會打開 那就會有形變嘛對不對 形變就會製造出位移 這個位移的話呢 就會產生頻率的改變 OK 這個頻率的改變呢 考慮了它的時間速度 還有那個 我們的訊號原本的頻率之後 它大概會落在幾十個Hz到幾百個Hz之間 OK 那我們就量射這個頻率的差異就可以了 就可以知道現在血管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示意圖 各位請看一下這邊 這邊這個的話是體表的位置 以下的地方是我們的手背內部 以上的地方呢 就是外側的部分 所以外側的最邊邊的地方 其實是我們的充氣帶 充氣的綁帶 Cough OK 那在Cough跟我們的皮膚之間呢 會有一個 Altrosum的一個 Transducer還有一個Sensor 這一個Transducer呢 是負責產生超音波的 在一般來講 在醫用超音波的工作範圍 大概都是幾個Megahertz 比那個幾十K還要高滿多呢 我們是幾個Megahertz這樣子傳進去的 那這邊呢 會有一個Sensor 它就是專門接收超音波 把這個訊號截取出去 然後呢 它可以去看 根據這兩個頻率的差異 計算出這個頻率的位移是多少 OK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Delta F 為什麼會有這個頻率的變動呢 原因就來自於血管的形變 我們剛剛說呢 如果今天這邊綁帶壓力很大的時候 血管就會縮在一起 反之我壓力低的時候 它就會鬆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虛線是我們綁帶的壓力 這個裡面呢 白色的這個實現呢 是動態的血壓波 比如說隨著時間 隨著心跳的這個血壓的變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OK 血壓波原本是小於 前面開始 血壓波原本是小於綁帶的壓力 所以血管是被束縛住的 直到這個地方 壓力變大了 所以打開來 然後呢 隨著收縮期的結束 在這個地方 壓力又會比綁帶壓力低 背景壓力低 所以它又會再關起來 所以每一次的打開和關起來 其實都會製造出一些聲音 sorry 都會製造出一些 那個頻率上的一些位移 那以往來講的話 我們是用 那個聽診器 直接去聽這個血管 開啟和關閉的聲音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不用聽了 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 sensor 去看一下 這個 在這兩個期間 血管的形變 所造成的頻率的差異 OK 所以同理在這個開啟 關閉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ΔF出來 那或者是說呢 這個ΔF可以直接顯示出來 或者是因為 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ΔF的分布範圍 幾十Hz到幾百Hz 剛好是落在 人耳的工作範圍裡面 換句話說 如果你今天把它放到 我們的喇叭的話 你是聽得到的 或是放到耳機的話 你是聽得到的 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訊號 去決定說 現在到底什麼時候是我們的 縮縮壓 什麼時候是我們的 縮縮壓 這樣子 可以齁 沒問題 沒問題的話 問各位一個問題好不好 我們說 只要是運動的這個物體 代側物 如果在運動的時候 頻率就可能會 反射波 就可能會產生頻率的改變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看的是血管 血管裡面是不是會有血液 它會不會流 會嘛 血液 血管裡面的血液 一直是處在流動的狀態嗎 只要你的血管不關起來 那我想請問一下 血管裡面的血液的流動 會造成訊號的偏移嗎 原來我們今天超音波打到血液 它也會反射喔 它只要打到不同的東西 它其實都會反射 特性差越多的地方 它其實反射越明顯 所以它今天打到血管的時候 從肌肉碰到血管的時候 它會產生反射 從血管壁穿透 然後打到血液的時候 它一樣會反射 那你覺得今天 血液的流動會不會造成 因為如果會的話 那代表只要有血液流過去的時候 它都會有delta f 各位覺得呢 我們答案只有會和不會兩種而已喔 來 覺得會的請舉手一下 好 沒有舉手 覺得不會有請舉手一下 對啊 不會怎麼樣嘛 那邊有個同學有舉手 你要不要幫我回答一下 你覺得為什麼不會 戒指怎麼樣 哪裡不太一樣 一個是血 一個是血管 所以它們不一樣嗎 還是怎麼樣 那這樣我們剛剛問的問題有更多 那肌肉會不會 神經會不會 蜂蜜會不會 OK 你覺得對不對 你還記得路普勒效應吧 我們剛剛一開始提的 路普勒效應告訴我們是什麼 觀測者跟因緣之間 如果相對運動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頻率的改變 我現在講的比較保守一點 會講可 為什麼要講可 因為如果它的運動方向 跟你觀測 波進行的方向是垂直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頻率會發生改變嗎 不會嘛 它一定要在連線的 就是說 波進行的方向跟你相對運動 一定不能是完全垂直的狀況之下 你才會產生頻率的差異 來我們看一下 一般來說 在手臂裡面的血管 它的排列方向 應該是跟我們的手臂平行的嘛 對不對 所以Structure大概是這樣 跟我們皮膚是平行的嘛 所以請問一下 協議的流向是怎麼樣 這個圖裡面一定是左右嘛 對不對 在這個圖裡面 請問一下超音波的走向是怎麼樣 上下 對不對 所以協議的流動會不會造成頻率的差異 不太會 OK 雖然一直在流動 但是它其實不會造成頻率上的變化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它們的走向基本上是垂直的 OK 所以這個Delta F 完全是由血管的變化 血管狀態的變化而產生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一下那個 血流的部分 OK 那血流跟血壓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當然不是我們偵測對象 主要對象當然是血 不過血流的話 看的是 就是單位時間通過的體積 OK 其實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講到血流的時候 通常會有兩個相關的數字 一個是血流的量 一個是血流的速度 這兩個東西差在什麼地方 血流量的話通常講的是我們剛剛說的 單位時間之內通過的體積大小 血流速度的話是單位時間 所前進的距離 所以這兩個還是有不一樣的 速度跟量還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對我們來說的話這兩個都會有一些重要的背後的逆次 但是我們如果是講flow的時候 通常它的意思是偏向於單位時間 所經過的這個流量是多少 不知道flow是這樣子的 好那怎麼樣子去量測現在的血流量到底是多少呢 我又不能說 把我們的動脈拉出來 然後開始切斷 計算單位時間 它到底 有多少血流出來 因為這樣等你量完一遍以後 你這個人就失血而死了 OK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量測出血流量的大小 OK 那一般來講 早期的量測方式通常都會蠻輕入式的 因為我必須要看到這個血流到底通過了多少 對不對 只是我今天怎麼樣子看呢 我們其實是看血液裡面的一些指示劑的濃度變化 OK 我們血液裡面其實包含很多東西 包含像血球還有血漿 OK 然後裡面也有一些氧氣 它會氧化碳的量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化布等等的 那如果說在整個流動的過程當中 這某些濃度某些指示劑或是某些物質的濃度 會產生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有可能能夠利用到這個濃度的變化 來去偵測出 間接的去量測出血流的大小 我在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講的是 血液裡面所攜帶的氧氣 我們知道我們身體的組織 就是我們細胞會消耗氧性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在動脈裡面的 含氧量是比較高的 在靜脈裡面的含氧量是比較低的 OK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把我們身體的模型 很幸運 很幸運的我們氣體的回骨方式 只有一種 就是從嘴巴 吸到你的 從口鼻部 吸到你的肺部裡面去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有辦法去監測氧氣 隨時間的消耗量的話 也就是你到底單位時間吸了多少氧氣進去的話 我只要知道這一點的話 我又能夠知道氧氣在血管的上游和下游 也就是流進前跟流出後的差力的話 我就有機會去推出現在的流量是多少 因為我們所有的氧氣都是靠血送進去的 沒有其他方法 但體表也會接下來 但那個量超級少的 OK 所以主要可以用這樣子的model來去努力 為什麼呢 好 直接看這個公式就可以了 先看這個公式 OK 為什麼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量身呢 因為很簡單 我們現在所有的氧氣都是靠血力送進去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我們在送進去之前的這個氧氣的分量 氧氣的這個比例呢 是我們的C sub A Urtery裡面的concentration OK 減掉C sub V 靜脈裡面 也就是下游端的氧氣的一個比例 這兩個東西 去乘上你的血液流量 也就是你到底單位時間裡面送多少血液進去 請問一下這個東西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就是你的身體裡面所 單位時間之內所消耗掉的氧氣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你的 開始送出去多少 這個是消耗完以後送了多少 一減掉以後我們就知道你到底消耗的這個濃度是多少 在層上你到底送了多少液體進去 那這個不就是你消耗掉的量嗎 這是你氧氣消耗的要量嗎 那這等於什麼 等於你在呼吸的時候單位時間之內 你的物質消耗的量 這個N呢 所以單位時間之內你的物質消耗的量 這個N呢 代表就是你的氧氣消耗的量 什麼量色 只要你在你的口鼻處 加裝一個呼吸氧氣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吸了多少氣進去 主要吸多少氣進去 然後裡面的氧氣體力是什麼樣子 吸氣以及骨氣 還有它們之間的氧氣分壓是什麼樣子 這都可以量得到 那 好啦 公式出來了 你看 你有這一個 那你想要量的是什麼 是這一個 剩下你要做的是什麼 知道動態和氣脈裡面的氧氣分壓就可以了 或者氧氣的含量就可以了 OK 所以在這一個簡單的公式裡面 簡單的Model 我們運用的是什麼 運用的就是 氧氣在循環系統裡面的壓力變化 所以我使用的指示器是 天然的指示器氧氣 OK 那我需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需要做的是去量色出 上游 也就是動脈端的壓力 動脈 sorry 動脈端的這個氧氣的一個濃度 然後呢 還有下游的氧氣濃度 那所謂的下游 不知道各位可能想的是 因為下游就是我們的靜脈 對不對 可是靜脈到最後 它其實是會回流到 我們的 右心房 對不對 再到右心室 然後從 肺動脈出來 所以肺動脈那個地方 其實是 最後 進到我們背部之前的最後一站 換句話說我也可以在那個地方 量色你現在的氧氣的分壓到底是多少 那是最準的 因為在下一步我會進去背部 那進到背部以後 它就開始進行氧氣的交換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 末端的地方 它不是一個靜脈的地方 而是我們的被動脈的地方 理由是這個樣子的 OK 那這一個F呢 索陽色到的就會是我們的 那個 心宿數量 也就是平均的血流數量 好 這個地方請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 像剛剛我們從 呃 這禮拜和之前的課程裡面 我們都知道 心臟的壓力 其實會隨著肌肉的縮小 或心臟會改變 對不對 壓力既然改變 那換句話說 心臟所送出去的血量 絕對不是一個常序 它也會隨著時間變化才對 沒錯吧 再者你的氧氣消耗到 跟你的呼吸頻率也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在量色吸氣 吐氣 吸氣吐氣的過程當中 我量色到的是一個 在一定時間裡面的平均消耗量 而不是順時間的平均消耗量 我們量色不到這個東西 我們只能量色到 起碼是在一個呼吸區間 或是兩個呼吸區間之內的 平均消耗量的數字 那一個呼吸的頻率大概是 大概每四秒鐘到五秒鐘一次這樣子 所以 我們現在看的尺度其實是比較大的 我想要告訴各位是這件事情 所以你在量色到的這個流速 不是瞬間的流速 而是一段時間裡面平均的流速 在數個Cover cycle 數個心跳之間的平均流速是多小 可以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使用的是另外一個字 比較精準的話 你會看到 我們使用的這個F 用來代表F 我們把它叫做新書數量 或者叫做Cover output 對於Cover output來講 它的單位通常是 每分鐘到底流多少出去 而不是每秒鐘 因為每秒鐘會給你一個錯覺 它是每秒鐘瞬間流多少出去 而事實上 它其實是一個很變動的數值 所以 它其實估計的是一個比較平均的 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來做輸出 所以它的單位通常是 每分鐘分之 到底會有幾公升這樣子的數值 好 單位時間流通的體積嘛 所以那個分子的部分的單位是那個公升 所以我們要做量測大概有幾個 有三個 它第一個 我們在身體的動脈處 量測 氧氣 輸入到組織之前的濃度是多少 那這個動脈到底要在哪邊呢 是 那大動脈上司動脈下司動脈 其實都不會差太多 因為 血液從動脈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時候 是沒有任何組織的 進去消耗氧氣的 直到進到 那個 微血管之前都不會有 所以你在哪一個地方 所量測到的氧氣的濃度 不會差太多 所以都可以 那會有的地方呢 通常我們會在肺動脈的地方 你有 你有辦法在心臟就是 右心室的地方量其實也還好 總之就是在這個地方量測 在整個旋轉系統末班的時候 就是消耗到最低的時候的氧氣分量是多少 此外呢 我們還需要有呼吸量器 Spirometer 來量測這個氧氣的消耗是怎麼樣的 那通常如果你要量氧氣的消耗 這比較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吸進去的時候 大概增壓比如20%的氧氣 吐出來的時候 並不會全部 氧氣都全部不見有沒有 我們只會消耗部分的氧氣 然後再繼續吐出來 所以你拿去檢查 說你今天吐出來到底是多少 比起去量測這個氧氣 我們更喜歡直接去量測二氧化碳 因為二氧化碳一般的大氣裡面的壓力 增壓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你今天吐出來的 如果有二氧化碳的話 絕大部分是你自己製造的 那你如果知道你消耗產生多少位量化碳 那你就知道你今天到底 呼吸作用裡面消耗多少量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某種樹下去都可以化 所以我們通常比較喜歡這樣子的一個量化 好 總之呢 這個其實要量這件事情 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 因為你一定要需要做一些動脈的這些自助生 或是動脈的導管 你才有辦法去量測到內部的這個氧氣的分量 那此外呢 你的口鼻部其實也要加上一個Spiral Meter才行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量測 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的動脈端的氧氣壓力是兩者 是從上次大動脈這個地方去sample 所以你會取量出來去知道 你當時的這個動脈的氧氣分壓是多少 這樣子 好啦那簡單的我們來算一下好了 如果今天給你這樣子的數值的話呢 你得到的結果是多少 好 剛剛聽起來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來直接說一個題目看看 來我們看到的是在動脈端裡面氧氣的分壓 氧氣的這個濃度大概是0.2mL per mL 近脈端是0.15mL per mL 我相信對大部分的同學看到單位的時候應該會覺得蠻奇怪的 為什麼是分子也是mL 分母也是mL 是不是哪裡寫錯 其實沒有喔 這裡標示的單位的意義是 每毫升的血液裡面 有多少毫升的氣體 所以你雖然都是看到毫升 只是那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每毫升的血液裡面 算了多少毫升的氣體 OK 所以直接考慮一下吧 這邊的話是0.2嘛 對不對 減掉0.15 OK 然後呢 你今天要計算是tabi output 所以呢 把它除過去 OK 把這個東西除到這邊的層母 所以等於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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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東西算一下就可以了 分子的地方 分母的地方大概會是0.05 OK 所以 換上去以後大概會是5000 那5000的毫升就是5公升 OK 所以你的倒數值應該 你看 就像夏業所試的一樣 大概是每分鐘5公升 OK 這個是大概一個正常人的新輸數量 你每分鐘是達幾公升的寫出去的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說心臟的工作其實是非常辛苦 有問題吧 剛剛這個方法裡面 我們使用的是天然的指示器 是氧氣 因為氧氣會被消耗掉 那我們可以知道氧氣從哪邊來 因為這樣子的方式 間接去量測新輸數量是多少 但是呢 這樣子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需要很多的重作 你要不需氧氣 又要在兩個地方做協力的取樣 所以其實在量測上是 有一些比較複雜的地方的 所以有人會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指示劑 如果我今天打進去的這個指示劑是人工的呢 人工指示劑有什麼好處就是 在體內不會合成嘛 所以換句話說呢 只要你在體內能夠偵測到這個指示劑的存在的話 通通都是我剛剛打進來的 都是我們自己打進去的 也就是說我自己也可以控制我到底打了多少進去 反正這個是已經知道的事情 那我只要知道這個指示劑在身體裡面流過的時候 隨著時間的變化 那我是有可能也可以推算出 流量是多少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在血管的上流數 也就是動快速 快速的把我們的指示劑打進去的時候 欸我量測到指示劑隨著時間的變化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呢 剛打進來的時候 我當然沒有什麼恒度的變化啊 因為我量測點跟注入點是不太 再不一樣的地方嘛 但是隨著這個指示劑流到那個 注入點的地方 你會發現這個濃度會快速的上升 可是不會馬上到底 因為有一地方流快 有一地方流的慢 就會開始慢慢的上升 然後呢 隨著這個主要流過去以後呢 它開始就會下降 所以它應該會呈現像這樣子的一刻 OK 橙重的部分是時間 重重的部分呢 是我們指示劑的濃度 隨著時間變化的濃度 這個讀到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能夠隨著不同的時間 快速的濃度的濃度的變化的話 欸 那這一個東西 去乘上流量 和時間的積分 會等於什麼 濃度 乘上單位時間所通過的量 那換句話說 乘起來 單位時間所通過的血流量 那代表的是 你就可以知道 單位時間裡面 所通過的這個指示劑的濃度 指示劑的量是多少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隨著時間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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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可以把它切得很細很細很細 很細 一段一段 把它全部積分起來 全部加起來會等於什麼 不就是你打進去的量嗎 沒錯吧 我其實只把每一段小時間 所接收到的量 全部省了一點 起來 這就是積分嘛 對不對 這等於什麼 這就是你進入的指示劑 啊一樣的 這都是 我想要量的是什麼 我想要量的是 血流速度嘛 對不對 然後我可以偵測到的是什麼 我只要能夠偵測到的 指示劑的濃度 隨著實現的變化 我就可以用簡單的方式 搭配 我到底打多少東西進去 就知道 還不是多少 你為什麼 我現在來講的是平均流量 所以我會 given 假設 這個 flow 這個平均的流量 它不會隨著時間變動 它不會隨著時間變動 當它不是時間的函數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 提出來 就在裡面一大堆積分 或者是直接移到等號的右邊 就會變成m 除以 c 濃度 在時間上的積分 這個就是頭的黑上的東西 所以 只要轉一下而已 這個好處就是 你自己打進去多少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 花時間去量測到 你消耗了多少東西 你只要去 monitor 去監視說 它現在的時間的變動 是多少 就可以 所以下面這一張圖 它所代表 我剛剛在黑板上面 所畫出來的這個圖形 不過這張圖形告訴你的是 誒 理論上是這麼的美好 實際上不是 為什麼 實際上 你這些量測出來的 Curve 應該長得像這個 實線一樣 這樣子動 為什麼呢 因為血液在我們的身體裡 是一直循環 一直循環 一直循環 ok 所以呢 你第一次還沒有游完的時候 可能游的 第二次已經游進來了 好 因為每一次血液循環的 繞的途徑 它不是像超常一樣 但是是跑 因為血管有很多不同的分支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跑路 比較早就回來 有一個跑路比較長就回來了 所以可能會造成一個現象 就是說 有人已經繞完一圈回來 但是有人還會跑第一圈 所以話句話說 你在正式的狀況之內 你很難去看到 跑一圈的結果 兩色道都是這樣子 加上了跑第二圈的 跑第三圈的 所以呢 這個第一個波峰 我們就把它叫做 First Pass 通常是由第一次通過的指示器 所造成的 第二個波峰呢 就是 Second Pass 第三個波峰會是 Surpass 但是通常當你繞了一個多圈的時候 你會交植更多不同速度的 不同時間的這個血流 所以呢 它波動就會開始變得沒有那麼多明顯 OK 所以你得到這個 你得到的隨便的時間的變動 其實是這條線 好 那假設如果今天 這很正常人喔 假設如果今天這個人 他 可能心上有一些缺陷 比如說呢 他的 心事中的缺損 所以理論上 他應該流一圈才回來嘛 那心事中的缺損的意思 他直接走捷徑 切西瓜 從這邊直接過去了 所以換句話說 他會有一個 非常快速的循環 Revalidary Securation 或甚至像 Turbulence 這樣的東西 密油這樣的東西 所以呢 他的Second Pass 可能會來一個 特別掌 一下就回來 這些線上 告訴我們是什麼 請問一下 你今天到底要哪一個 曲線 現在進來過幾分 是實現那一個嗎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 很明顯的 如果你今天 當然是實現那一個 做來做幾分的話 你一定會面臨這個問題 就是 你幾分的區間 到底要設多大 因為很明顯的 你濃度 不會所謂的時間 很快速的往下掉 他其實是在這樣子震動 這樣子延續下去 他不需要等到你的身體代謝完之後 那個濃度 就是這個指示力 在身體 血液裡面的濃度 才會去盡力 他代謝 起碼都是幾十分鐘 或是小時之後的事情 可是 這一個 First Pass 這個寬度 可能只有十秒 十幾秒而已 OK 所以我到底 積分 區間要設多大 這時候 我們就要回想到 我們剛剛這個 方式 你說什麼 為什麼我可以知道 隨著時間的積分完 一次以後 就等於我打進去的量 因為在這一個 Curve裡面 我是假設 所有的指示器 都只有 流經過一次而已 流經過我的檢查點 流經過一次而已 這樣 全部的量加起來 才會是M 那如果你把第一次的 和第二次的 和第三次的 都加進來 的話 那怎麼還會等於M呢 OK 所以方式要說 我們今天要設到這個Curve 不是我們最終 要計算的時候 所使用的這個函數 我們要先 透過這一個 曲線 先去推測出 通常做Curve Fitting 去把它推測出 在沒有回流的狀況之下 沒有二次循環的狀況之下 沒有二次循環的狀況之下 這個濃度的改變 是怎麼樣 那通常來講 我們用Curve Fitting 來做這件事情 一般來講 這個Gamma Curve 可能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形狀 因為上升的時候 通常比較快 下降的時候 通常會比較慢一點點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把這個Hertest的 這個Curve 整個模擬出來以後 才能夠代入計算 OK 好 那此外呢 我們在注入的時候 這個注入協力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講的是Bolus Injection Bolus Injection Bolus Injection 就是我們其實會用 比較快的速度 把這個指示器打進去 所以這樣子 才不會 才會避免 就是說 如果已經有法慢注射之下 它其實 時間就會多得很長嘛 加上我們過散的效應 它可能會把 Second Pass 跟First Pass 的時間會壓得更緊 距離匯業性 因為不容易看出 這個訊號的改變 所以我們通常需要快速的注入 前面的投影片裡面有提到 這個 這一個 事項 就是要快速的注入進去以後 看到它隨著時間的變化 因為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你的First Pass 和 Second Pass 才會不會分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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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剛剛說 這是人工的碼 那到底可以拿什麼東西 來做 這一種指示器的注射呢 一般來講 它其實都是一些 染劑 黑染色劑 但是不用 放心齁 通常是沒有補的齁 因為我們都會用一些 畫路把它整個 包在一起 所以降低它的毒性 而且呢它通常都是 屬於大分子的結構 所以它不會任意的 漏到血管外面去 在我們組織裡面做累積 最常使用的是 這種的染料 或是染系 就是帶 我們把它叫做 Indocyanine Green 或是Carget Green 因為它看起來 是有點偏藍綠色的 這樣子的顏色 OK 那 注入的方式呢 通常是由導管 呃 打到我們的非動脈裡面去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 會有一個 在動脈的地方會有一個 隨著時間 去做 協樣的取樣 協議的取樣 去偵測 每一個時間 隨著時間的濃度變化 這樣子 那濃度方面呢 一般 為什麼要使用這種染系呢 就是因為 它可以用那個 顏色來做 快速的一個 定量這樣子 方式使用一些光谷器 來對它的濃度 做一個定量這樣子 OK 那 所以你只要能夠知道 這個 濃度隨著時間的變化 以及打入的總量之後 你就可以去推算出 呃 濃度數量是怎麼樣的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講了 不管是人工或是天然 我們現在所能測到的血流速度 其實都是平均血流速度 好 而且呢 這個平均呢 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 隨著時間的平均 另外一個是 它其實是整體 人體的一個平均流量 不是任何一個血管流量 所以它計算出來 其實是叫做 星數數量 對 但是 這可能還沒有辦法滿足 我們在理應嘗嘗 所有的需求 因為 對我們來說 我們更希望能夠知道 每一個血管的狀況 是怎麼樣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經關系統 其實是一個網絡 不是只有單圈的跑道而已 OK 有時候如果 今天 主色的地方不一樣 每一個血管的血流速度 血流壓力都不一樣 我更希望能夠知道 每一個血管的數值 是怎麼樣 我才能夠做到 這個狀況的 這個 預測以及 那個治療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想要 量測的是一個瞬間速度 而且是局部的速度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改變一下 量測的方式 好 接下來我們想要 講的就是這個 怎麼樣子去測量 瞬間的這個血流速度 我們使用的方法 大致上有一下是這種 這樣子 其中我們比較會著重在前面這兩種 不過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留到下一堂課再講 好 先休息一下